在平时的一日三餐你做菜的时候 稍微加点小心思 比如你今天做一锅回锅肉 肉吃多了都会生时期 但是我们有个办法 让它不生 那就怎么样 多放调料 所以我们平时在做菜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放调料 就是调料其实才是我们中餐的一个精髓 所以比如说你炖肉 你炖一锅肉 这个里面必定要放什么 要放肉桂对吧 要放八角也就是大料对吧 它正式的名字叫这个八角茴香 还有一定要放红花椒青花椒 然后要放姜对吧 姜片 所以这些所有的调料 不管你是做荤菜素菜 都是可以用到它的 包括素菜 素菜也有可能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寒失 比方说很多的蔬菜它都是偏良性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炒青菜我们都会放一点花椒进去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来平衡这个青菜的良性 尤其是你看像以前在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北方人很多是不吃花椒的 就是很抗拒 我就觉得白菜是一定要放点花椒 不然的话不舒服 对身体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 我在锅里把炒锅先加热 把花椒放进去 烤香 然后我再放油 一定要记住这是我的一个小秘诀 就是很多人炒菜是先放油后放花椒 这样一来花椒马上就炸糊了 它不香了 你应该是呢 把铁锅烧热以后 先把花椒放进去 让花椒稍微烤香一下 你再加油进去 让花椒在油里面小火炸一下 这个时候花椒的香味就充分地释放了 你还可以看 通过这个你还可以测试油温 你看到这个花椒中间开始冒那个泡泡了 就说明油温正好 你就可以炒菜了 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测试油温的方式 在油里炸过以后呢 我轻轻把花椒捞出 因为它炸过了 香味已经在里面了 花椒其实就没用了 到处扔掉了 再用这个炸过的这个油呢 再去炒那个白菜 白菜就非常好吃 只需要放一点点盐就可以 我其他什么都不放 然后他们才觉得 原来菜里面用花椒 可以是非常的鲜香 但是不会是麻的 你是根据自己加的量 你想要麻你就多加点 如果你只想要香 小加点它不会麻 这样逐步以来 他们就接受了用花椒 所以其实呢 所有这些调料 不光是为了他们好吃 最重要是他去湿 比方说那个阿姨 为什么他吃花椒 他越吃越香越吃越想吃 就是因为他湿气是很重的 湿气重的话 内脏脂肪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讲去湿去湿 这个就是从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就开始 不光是说专门要去喝一个什么茶饮 吃一个什么方子 这些当然是很必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吃的每一口饭都是为我们的养生加分 为我们的养生来天砖加瓦锦上添花的时候 你就可想而知 相当于你吃一口饭 这一口饭给你补了营养 给你吃了湿 而其他的人可能他正在吃外卖 吃进去了不好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营养 只会让他发胖 你吃一口好的 他吃一口差的 你们俩就 你加一他减一 你俩的差距就是二 那么就要每一口 每一口 每一餐 每一餐 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年 每一年 那么我们可想而知 一年以后 十年以后 你和他的差别 是不是就非常大了 像这样的所有的一些调料 你放在厨房里面 你做菜的时候 你只需要脑子里 有这个意识想着 我现在在做这个菜 我放这个调料 不仅是为了味道好 它还可以帮助我 帮助我分解脂肪 分解这个食物中的 这个不好的成分 还可以帮助我 能够去除湿气 还可以滋养我 还可以给到我营养 像这个热桂 它还可以补到 我们身体的阳气 像这个茴香 它也是补阳气的 其实所有这些调料呢 它们都是补到 我们身体阳气的 包括胡椒 我们每一样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多放一点 然后这个菜呢 又非常好吃 而且吃起来 心里也会非常的愉悦 想着 我不仅是在吃一个 美味的一个菜 我还在怎么样 我是在吃一个 养生的好东西 这每一口下去 都是在给我们的身体 添砖加瓦 锦上添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